第四類部分 上個禮拜 我們還有上上禮拜 很快的把第一類的部分 在第一類的部分完成了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接著來看 第二類跳過 第三類跳過 直接來看第四類 第一類裡面大概就這些效果 所以你會發現 這裡面的話 當然比較困難的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 投影片的動畫效果 什麼時候新增進入 什麼時候強調 什麼時候結束 還有呢 它的什麼呢 像那個210題的 那個異樂壇那個導覽 它也可以怎麼樣呢 增加一個路徑動畫的效果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 還非常好用 尤其當然你是 什麼地方可以用呢 我覺得在 只要你要做一些 動態的叙述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它會比文字 來的 更加的 我想會有一些 效果會更好了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呢 投影片的切換效果 好等等的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來看那個 第四類部分 那第四類裡面 其實主要也是 第雙數題 402吧 402到410 那裡面能夠學到哪一些技能 裡面常常用到的像 PowerPoint裡面的那個製作 應用的這些技巧 包括就是超連結 那超連結的話 就是說呢 可以連結到 當然有幾個啦 簡報內部 或者是連到外部 其實都可以 或者還有所謂的動作按鈕 那所謂的動作按鈕 就是你按一下之後呢 它能夠跳出什麼樣的互動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PowerPoint當成是可以跟使用者互動的一個平台 那另外還有什麼相關的設定啊 另外還有有關新增編輯相簿 那另外還有相關的什麼呢 不只是可以放那個圖片之外 在PowerPoint裡面2010以後的版本 它又增加了有關那個影片 影片視訊啊 這邊是video 的一些相關的設定 也就是說呢 你在那個PowerPoint甚至可以怎麼樣 讓它播放影片 而且播放影片的順序啊 甚至你可以調整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當然稍微了解一下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呢 甚至視訊也可以做剪輯 也可以直接在什麼 在那個PowerPoint裡面 直接做那個快速的剪輯 因為如果說你一般的影片 假如你要剪輯的話 你要額外的利用一些其他剪輯工具 然後音訊是audio 聲音檔 比如說MP3 它的剪輯 這個部分它也支援 那其他還有像這些 剪輯 這個修剪等等的 開頭跟結束的那個 自訂投影片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啦 所以我們今天的那個部分 大概就是第四類 那等一下請各位 先稍微了解一下 第四類的題目 所以它大概比較下面的部分 那第四零 從402開始 402這一題 所以第一個的話 請各位也是一樣先了解一下 那個402 小小表演會這一題 那裡面的話 當然第一個 先把那個402題目裡面 這個題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大概底下的話 有123 總共有4 然後這邊有5、6 總共有6 6個題目 那裡面每個都還有其他的小題 那這些效果 我覺得比較困難的 應該是那個動畫的效果 那我先把那個最後的這個結果檔 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呢 它大概做出來的效果 它裡面有提到說 第一個要什麼呢 把這個WAV 一個音樂檔放在背後 那它必須要做到什麼樣的效果 所謂的跨頭影片播放 那什麼叫跨頭影片播放 意思是說 它假如換第一個 第二個切換過去的時候 聲音不能中斷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是需要額外設定 因為有些人不會設定 變成播一個 換下一個 音樂又從頭開始 或者音樂就中斷了 那你希望從頭一直播 播到結束為止的話 那你怎麼樣去做設定 另外放音的時候呢 因為你有加入一個聲音檔 那預設的話呢 那個聲音會出現一個圖示 你要把它隱藏起來 然後循環播放直到停止 因為可能有一種狀況 怎麼樣 你的通影片數量比較多 那你音樂呢 播完了 哇那怎麼辦 播完了 可是通影片還沒結束怎麼辦 沒關係 循環播放 就是現在再播一輪 直到停止為止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做設定 那要問的其實就是你要 要會不會做這些動作 那第二題的話 就是第二張腿影片 可以按下放大之後呢 可以讓那個舞者 怎麼樣呢 可以飛入 那飛入的方法 其實跟上禮拜那個有點像 那要從右邊 這個飛進來 然後呢 什麼時候開始 剛按一下 按一下一個按鈕的時候 那時間的話三秒鐘 由某個按鈕去做觸發 另外還有什麼 第三張腿影片是 做一個什麼呢 這個動作按鈕 一個聲音 一個按鈕 那它的大小這邊有規定 高多少 寬多少 然後位置在哪裡 這邊有相關規定 那替代文字的話呢 所謂替代文字 優标放在那邊 會有一個聲音 兩個字跳出來 那按一下滑鼠 可以播放那個鼓掌的聲音 那最後的話呢 完結邊可以再從頭開始看 並播放鼓掌的聲音 這個是第四 那第五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再一個終點 最後一張圖影片 然後做這些效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放映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呢 它最後有一個是什麼 放映的類型 是由觀眾自行瀏覽 手動切換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大概就是 它有好幾種播放的模式 那我先把它直接播放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各位可以 這個有個背景音樂 那剛剛講的 它會一直不慢播放 直到這個簡報停止維持 OK 所以這邊的話 這邊有個按鈕 按一下它會怎麼樣 它會跳下一個 這邊有個放大 按下去之後呢 有一個舞者呢 有一個舞者呢 從右邊呢 飛進來 有沒有 按下它 它會飛進來 那平滑時間是3秒鐘 也就是說這個過程呢 經過了3秒鐘 換下一張 這個下一張 再來按這個喇叭 這個是個動作按鈕 按下它會怎麼樣呢 這個會有發出聲音 什麼樣的聲音 鼓掌的聲音 OK 大概類似像這樣 那下一個 這個的話 再看一次 按下它會怎麼樣 等於又從頭開始 有沒有 要從頭開始播放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也就是說 可以讓使用者 有點像互動 最右邊 右下角這邊有個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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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就結束了 它右下角那邊 有個結束按鈕 所以這邊有四個投影片 我們要分別把它完成 OK 那請各位 先開啟那個 我們的練習檔 一樣在雲端上面 你把它解壓縮之後 理論上它這邊會有個練習檔 那練習檔裡面的話 找到402 就這個題目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